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行为举止 宁愿做一个无公害的女性闺蜜 也不做一个有爱的痴心恋人 其实你看男生长相 应该不属于美女环绕的男性类型 但为什么可以跟其他的女性交往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她无公害 她不属于对别人有威胁性质的人 但为什么宁愿做一个无公害的女性闺蜜 也不愿意做一个有爱的痴心恋人呢 因为在那些闺蜜当中有无限可能 而你却已然如此 所以她才会说 你就是这样 又胖 又这儿不好又那儿不好 但是有些人就会想 那既然你想在那些闺蜜当中 发掘无限的可能 那你干嘛要找一个女朋友呢 对吧 因为那些都是朋友嘛 朋友是不可能做女朋友的 就认识太久了 因为那些女性闺蜜虽然有无限可能 但可能性不是太大 那好歹我还得有一个女朋友吧 是不是 你显然你看 你把你的赞美都给了那些闺蜜 你把那种调侃都给了你的女朋友 那我就只能认为 闺蜜是不能得罪的 女朋友是可以得罪的 谁都会这样想 你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那些闺蜜 甚至连看电影的时间 也不留给自己的女朋友 那显然闺蜜就更重要了 你所有的行为都证明这一点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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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